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一直線經過PQ這兩點 則此直線的斜角為多少 那首先我們計算這兩點所決定直線的斜率 斜率是等於X座標X分之Y座標X 所以在這裡我們用Q點座標去減掉P點座標 所以呢這個是2加2更號3去減掉 這是2減更號3 所以呢是減2然後加更號3 所以減2啊這個我們消掉 再加起來呢這個是3更號3 所以X座標X呢是3更號3 那Y座標X呢是-1去減2 所以呢是-3 所以呢3約掉我們得到這斜率呢 是-的更號3分之1 那假設呢這個直線的斜角為θ 那麼斜率呢是等於斜角的tang值 所以呢就是tangentθ等於-3分之1 好 那麼tangentθ是等於-3分之1 那θ我們知道啊這是介於0度和180度之間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判定這個θ呢是等於150度 這個答案